你现在长大了 你现在看妈妈当年为什么这么多的情绪 你后来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感受 或是为什么她会表现出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在她那个generation 我觉得她要去 这是一个职业妇女 她又要去工作 然后又要应付一个 你刚刚说的那个 很想要成为坏小孩的 很叛逆的乖小孩 然后就一天到晚要去学校 然后就是疲于奔命 就是生活就是各种消耗 所以我觉得生活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招妖境 就是她在我们各种各种关系里面 去展现出我们各自最脆弱的点 然后看你能不能度过 哇这个讲的真好 生活是个招妖境 这个讲的这个概念讲的真好 大家好我是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 我们今天有一个好朋友来 你要介绍一下吗 我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就是 来你要不要来自我介绍 她是廖海婷 她是一个做音乐的艺术家 跟我们很有渊源 因为我们行册的开幕 她们来表演的 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对然后我做第一场free jam 也是她来表演 好有没有厉害了吧 蛤多厉害 我们来丢海婷 我们刚刚说你是音乐的艺术家是对的吗 声音吧 声音吗 是这样吗 嗯好像好像应该都可以吧 我觉得但但我蛮喜欢蛮喜欢用声音啊 我但我会用声音是不是 对 所以我会觉得声音工作者我不 声音工作者 所以你就是make noise 对欸 就用英文来讲就是制造噪音的人 制造噪音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来讲什么是噪音 这个前提是我觉得所有的噪音都是音乐 意思是我定义噪音 是他是音乐的其中一个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不会觉得噪音是 可能有一点贬义这样 应该没有这样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来表演的时候 各种乐器你都会 我就是学音乐的 然后我是学打击乐器的 对啊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有带一个鼓来 对啊free jam的时候带一个鼓来啊 嗯然后我弄一台钢琴在楼下 就你知道都是他在弹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我现在都说 可是还有只有一个人 然后硬是要过去跟他坐旁边 是以前我们的同事韦琴嘛 对对对对 对啊 好谢韦琴 大家都弹琵琶吗 那一次是有那个瑞克吗 对对对对 然后他不是因为这个认识啊 对然后我们三个那一天都不认识 对然后在外我们就 因为里面已经都是人了 然后我就把他们带到外面去 我就说 诶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 rae rae个屁啊 没有什么要rae的 然后我们好像只弹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谁先开始第一个音 嗯 所有人都说那不然DJ先下 DJ先下 理论上DJ先下是对的啦 DJ draw the beat 然后剩下的freestyle 这样合理啊 随便follow随便follow 回想起来那天很松这样 很松 然后Rick没一年都在问我说 诶什么时候再来弄音 我觉得freestyle蛮好玩的啊 对啊我觉得是那个open mind 对 我记得你到学不是在台湾念的对不对 是国中毕业以后 那时候家人就移民 后来辗转就去到澳洲 然后所以我妈就跟着去 我记得我过去的时候好像就念什么 十年级哦 然后十一十二 然后念完大学 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就反正就遇到两个非常不同的老师 一个是美国来的 一个是法国来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个老师其实对我的想法冲击就蛮大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法国的声音 所以就去法国 所以就去了一趟 那去法国是念书吗 对啊 就是去念他们那边 考他们那边音乐院 嗯 就是巡回考试 就是就是带着一个皮箱 就去考看哪个学校愿意收我 后来到法国待了多久 待了五年 有感染到法国浪漫的气息吗 没有那个刚回来 去刚去了第一年 我回来然后想要再去我就哭 为什么 为什么 超苦的 我觉得真的超苦 为什么去法国很苦呢 我觉得那各种磨合 还有你在那边要自己真的开始生活 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要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我觉得那就就很困难 你要想办法拿到你的那个 我们叫做居留证 啊 就是 难度就很高 难度就很高 就会觉得天哪 这是怎么怎么会这么难 因为在那边念书 如果有付钱的话 应该是留下来不难 因为他们学费超级便宜 对啊 因为他们好像是自己的人念 好像也都是公费不用钱的吧 我们念也很便宜 你们念也很便宜嘛 对 但是像那种英语系的国家就超贵 但在法国你觉得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真的都蛮辛苦 但是其实我真的 如果要讲最辛苦的 我觉得是feeling吧 你就不是那边的人 然后你也长到了 我去那边的时候是24岁 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对 我觉得那个你的养成背景 跟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认识的东西 你们根本就认识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其实你已经有生活过两个不同文化的经验 譬如说你是台湾人 然后你很小就去澳洲了 你已经其实可能是或许已经半个澳洲人会吗 而且其实刚刚我们还没开路时候在聊 是不是你之前其实已经有到菲律宾去吗 哈哈哈哈 对啊 他们有拿过菲律宾护照的耶 啊 所以你小时候也带过菲律宾护照 对啊 所以你小时候也带过菲律宾 所以你小时候也带过菲律宾 不算就是只有不死 好像就是几个暑假 哦 okok 不是真正的那边是我哥 所以其实你小时候就常出国了 就是我哥开始出国之后 ok 那你去澳洲你会觉得你是澳洲人吗 不会啊 我完全不是 我的母女就是总文 那我是十四十五岁的时候过去 那十四五岁已经算很小了耶 那你去澳洲的时候也很痛苦 你还没成型耶 你那个时候有很痛苦吗 我觉得有一段很蛮挣扎的 就是我国中毕业嘛 然后就非常好 很多好朋友都在台湾 然后你去到澳洲的时候 你就觉得没有 我的最好的朋友就是在台湾 要重新适应环境很辛苦 而且我妈我妈那个时候很狠 她那时候去的时候 她不让我念语言学校 她是直接把我丢到一个全部都是 几乎只有两个台湾人吧 的学校 然后不能没有语言学校 那你在台湾英文好吗 没有就国中程度啊 那很硬 对所以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就是都在睡觉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吗 我超级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会太死心眼吧 就是会让自己吃到蛮多苦头 怎么说呢 怎么说 就是可能太觉得这是你要走的路 或者这是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是要想办法去追求 然后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得到 那如果没有得到你会更痛苦 无论这个过程有多苦你都吞进去的 只要是我自己选的 对啊 你天生是有这个信念使然 还是你觉得是后天的养成 告诉你说这样做是对的 我觉得我好像个性上就比较 比较比较是是这样 你就是专注在你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在真的走到音乐这条路之前吧 我可能如果没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是做什么我觉得都好像没差 但是后来选择音乐这个是自己的选做的决定 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做的决定 我好像就是觉得我就是 我就是想 我确定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把它走下去 你会这样说 你小时候在家里面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的吗 会不会这个问题我也很没有礼貌吗 不会不会我觉得好像 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啊 但我觉得好像好像是 嗯就我刚刚忽然 怎么说那怎么说 我刚忽然听他这样讲 就是他选择音乐 对 然后忽然觉得这是我选的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 他会特别执着 他会特别咬着牙去撑过一切挣扎的过程 但还有可能是因为 从小都没有人给他很多的空间可以选择 然后忽然间 哇终于有一个我可以选的 他妈的我老是咬牙都要把它撑完 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 终于有机会干这个事情了 可是我也很执着啊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好奇的是说 其实对于他的执着我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们大概都是属于那种我选的路 就是我喜欢 所以我无论过程有多少的障碍 有多苦 其实我也没在管 我们两个人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他是小时候家里头是没有给他那么多的选择 但是我小时候很开放啊 对对对对 但你父母没有要管你 但是你可能小时候家里过得也蛮辛苦的 所以你自己能选的路其实也并不多 OK 就是被迫 完全明白 被迫选的东西可以很少 人鬼殊途 殊途也同归啦 你爸妈是很严格的吗 对因为好像是 就是你刚刚讲那个 我其实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你一讲我就觉得 哦好像正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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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像决定念念 我没有决定要去菲律宾 我没有决定要去澳洲 我想到去澳洲 就从小都被安排好了 他们觉得我在台湾 可能没有办法进到一个 他们觉得 台心的学校 台心的学校 对因为成绩太烂 然后所以 所以就没有管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念大学 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我填我们 我们填那个 因为音乐是独立的嘛 然后他们也没有管我填这个 就是觉得说 哦做音乐可能没什么用 后来我是先去办好所有的手续 直接转到音乐院 因为我去考了那个音乐院嘛 然后我就转 全部都弄好之后 我就确定 然后通知 我做了这个决定 这样 你会觉得这个决定 在当年是一种反抗吗 是耶 那个是那个没有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其实是有点怕的 那时候怕什么 当年怕 怕的东西是什么 没有顺从别人叫你做的事 啊 啊 怕爸爸妈妈骂你 怕没有符合他们的期待 我不怕他们骂 因为从来被骂到大 啊 那你希望符合他们的期待 当然啊 我觉得好像是 就是会想要 让他们可以觉得好 这样 开心 嗯 其实现在我觉得都是 当你现在 你很 你已经非常专注在做 呃 make noise 这件事情 make noise 对 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 你会期盼你的父母理解吗 我觉得一直在这个 你又希望他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在做的事情 就是太 真的太小众了 你也可以知道说 他们不理解是正常的 然后所以其实其实像过去我就会觉得说 哦反正你的演出家人也不会来看 家人虽然很支持 他们支持的方式就是说 哦 我想要跟你说 哎 你帮我赞助我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就可以 他们可以给 这样子 但是他不会真的有空 或者是他不会真的有兴趣来 看你在做什么 啊 可是你比较希望的是他们赞助你 还是比较希望他们真的来看你演出 两个都要 小孩子在这种选择 两个都要 你选择做音乐到你选择去make noise 这件事情 你内心最期望的其实是得到你父母的关注吗 还好 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 但是这个前提是 我做了一个符合他们的期待的事情 就是我在学校里面教课 这个是他们想要我做的事 那我做 你做 所以已经他们 这个已经OK了 pass 就我如果 对我女儿是个老师 对 这样可以了 听起来是你知道受人尊重的 对啊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不懂 现在老师没有那么好打 现在老师很辛苦 现在老师很辛苦 哦明白 所以 所以已经不care我在做什么了 反正已经有这个 所以比较大的挣扎是在于 我每次只要想要从学校 就是说我想要离开学校 我想要提离职 就是革命 这样 到现在没有成功 你到现在要提离职 这件事情还要经过父母的同意 是可以不经过他们同意 但是又好像 你也会怕吧 是违反这个他们的期待的时候 你好像都会觉得 我真的该做吗 就是你会有你那个很多的 真的要这样吗 他们说的说不定是对的 其实那个已经不是符合他们期待 而是你 你在你就是在想他们的 在想的是不是对的 啊 啊 但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有 很想要挣脱这个 哦每天哦 我觉得现在的 这个枷锁 现代的人都有一个离职梦 啊 就是大家都一定都会很想要自由的做自己 但是自由哪有那么容易 对你来说你相信你 你父母给你的框架是好的吗 好像好像你不能用好跟不好 这种二分去说什么 那个就是他们的想象 然后也不会是不好 当然也不会是好 啊 那换句话说是你 你觉得他们是心里想要你好 是不是他们用的方法不见得是你需要的 对啊 他们想要放心了 对啊 在我的各种外表的呈现上面都就是可能无法让人放心 那教课就是他们最放心的事情 嗯 因为哦 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 嗯 所以他们就最放心 他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对对对 嗯 可以理解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叛逆的乖小孩 妈 这个比较没理由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对啊 因为我一直 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乖小孩啦 但是现在讲起来 我觉得好像我还是默默的 做了那个选择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刚刚这个问题比较被礼貌 因为我觉得好像被戳穿 对好像被戳穿了 就我没有意识到被戳穿 原来我是一个叛逆的乖小孩啊 What the fuck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叛逆的乖小孩 某种程度上 我其实觉得大部分人都是 就除了很极少部分的那种 真的是乖小孩 真的是乖小孩 或是真的是超级叛逆的 但大部分人 尤其是亚洲社会 其实大部分都想要当一个叛逆的乖小孩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嗯 就像我 我差不多也是叛逆的乖小孩 哈哈哈哈 我会问你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嗯 你是叛逆的乖小孩 我觉得是啊 在你眼里我是叛逆的乖小孩吗 你你跟这几个字没有 一点边都没有沾上啊 叛逆也没有吧 叛逆 你我觉得 你觉得我不叛逆 我觉得其实你是很乖的坏小孩 什么是很乖的坏小孩 是解是知 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在于 你原本是一个乖小孩 啊你很挣扎的要 很叛逆是因为你周边给你的束缚跟 夹锁很相对是很多 但你可能胆子比较小 但你又很想要使坏 但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 就像我啦 我是在讲我自己啦 哈哈哈哈 我没有在讲你 我在讲我自己 我比较有礼貌 哈哈哈哈 之类的 我刚刚自己把我自己套进去 有有有 我看到了 我 之类的嘛 但他就是在套到东西的 我其实能够讲得出来 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嗯 对啊 那我看到他 我觉得跟我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人 是因为 你没有再想要变成乖小孩 的欲望 但是其实 当你做了很多 看起来叛逆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的内心最想要 变成一个怪怪的人 就是你真正的内心的渴望不是 挣脱那个枷锁 因为你枷锁这些对你来讲都不是枷锁 哦对我没有枷锁 对你没有枷锁 所以没有枷锁的人到最后就希望很相对 peaceful 对我来讲就是他可能工作上面 生活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枷锁跟包袱 但其实你真正渴望的是一种很稳定的关系 或者是很平静的东西 但我们追求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弄一点什么 看起来有点笑笑的 不一样的东西 之类的 之类的 我觉得我是这样 对啊 难怪我每天都看你在耍猴戏 对啊 他都说我在耍猴戏 但我都觉得我是突破我的框架 我都觉得我已经你知道我极闲了 干这听起来我是个坏小孩 你是啊 你为什么你觉得你是乖小孩吗 对啊 美丽你是乖小孩wannabe 我没有不是不是 等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是坏小孩wannabe 那我们喝酒了 不是等一下 弄他就好了 他被弄到了 对可以可以 不是等一下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我自己蛮乖的啊 我跟你讲 我们从小到大都觉得我们自己蛮坏的 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都对自己有误会 我们都对自己有误会 所有人都对自己有误会 不是 我打你坏了 我没有坏啊 不是啦 坏不坏不是 那不是那个意思啦 就是乖小孩跟坏小孩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了 因为我不符合框架 对啦 我从小到大不符合框架 不符合框架怎么可能是乖小孩呢 他只是乖小孩的反应 他不一定要叫做坏小孩 明白明白 他只是对你来说 你觉得你的原生家里 你在形塑你这个个人的人格的时候 或是你的个性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好像一直想要摆脱这件事情 那我好像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 我好像一直是到 就是这 就是这一两年来 我才觉得说好吧 那我承认 因为我感觉 因为我父母很想要 从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分开 正好在我就是中学那个时候 然后中学我觉得正好是人格 正在形成的那个时期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哇 他们离婚真的太棒了 真的吗 你的想象是这样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他们都在吵架吗 是也还好 但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自由了 我不会被谁管了 啊 等一下 我有说出一些地域发言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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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很真实啊 因为我没有理解你的原生家庭啊 应该是说我好像有完全的自由了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他们分开这件事情 对我的还有这个过程 原来对我影响这么大 你觉得爸爸影响你比较多还是妈妈 当然是 非常的不愿意承认 哎哇 这真的太太太太痛苦 因为我爸是一个就是很好像很开心 很很伤人 然后就是 企业家 对对对 然后哎没有到企业家 然后就是很跟跟谁都是好朋友这样 然后我妈是一个极度保守的人 我觉得爸爸可能朋友交友广阔 对 但妈妈是完全 好像真的他一个人一个人很可以 这样子 是完全极端的个性的人 对 OK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像谁 我很想要像我爸 然后我后来发现我 我比较像你妈妈 哇这个真的很很很 sorry 很detail 但是就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妈讲说 我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像你那样 然后我妈后来才跟我讲说她其实非常难过 她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她到底是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让我不想要跟她一样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跟你妈妈说这种话 因为我觉得她很emotional 我长大了 所以我可以理解原来她的emotional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所以现在可以理解 可是其实当时你是小朋友 你会觉得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Drama queen 对我哪里来的 就是这么这么多这样 所以我会尽量的去避免 不要自己跟她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现在 极度的想要非常理性 也是因为这样 啊 但其实说不定你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对我觉得我其实不是 其实我我会因为很小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会有什么任何的感受 我都会压下去 我都会不要让她至少被查 但你现在看你现在长大了 你现在看妈妈当年为什么这么多的情绪 你后来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感受 或者为什么她会表现出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在她那个generation 我觉得她要去 呃这是一个职业妇女 她又要去工作 然后又要应付一个 你刚刚说的那个 很想要成为坏小孩的 很叛逆的乖小孩 ok 然后就一天到晚要去学校 然后就是就是疲于奔命吧 就是就是生活就是各种消耗啊 所以我觉得生活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招妖境 就是就是她在我们各种各种关系里面去展现出我们各自最脆弱的点 然后看你能不能度过 哇这个这个这个讲的真真真好耶 生活是个招妖境 这个讲的这个概念讲的真好 真好真好 就是说所有生活的这些挑战 其实都是在想办法把你自己最脆弱的那一面暴露出来 然后看你可不可以想办法咬着牙撑过去 不得不暴露出来 然后想办法咬牙撑过去 哇塞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对生活的注解 这个这个很不错耶 谢谢 那她也提供我一个新的观点在看这个 看生活这件事情 你会说你自己是一个很精的人吗 我都没有这样觉得 就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像你们会说 但我其他其他朋友也会说 但我就没有觉得 我就是觉得我保持在一个理性的状态 我非常喜欢这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它让我自己很有安全感 那你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吗 哦我觉得是 那你为什么会 你后来你有想过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吗 你为什么那么想要保持一个很安全的状态 又不得不回到原生家庭 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真的可以一个倒下的空间吧 怎么说怎么说 可能 就是好像很需要有一个被归属的感觉 就是那个归属感 就是好像可以 哦不管你做什么烂事 或者是有的没的 你有一些烂想法 或者什么一些干嘛 有的没的 但是其实没有关系 他们理解你 然后他可以接受你 那你怎么确定他们没有 要在你倒下的时候接触你 还是你觉得他们其实是不理解你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尤其特别长大之后很难 真的 你就是长大之后的朋友很难真的理解你吧 嗯 因为都是在某个工作场合 或者是什么遇到 你只能看到人的一个切面而已啊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就是 你要看一个人 你要看他有没有老朋友 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 因为我的老朋友知道 我就是那样 嗯 他不会跟你计较很多有的没的 因为他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 对 他知道你可能没有恶意 可能知道你怎么样 他可以理解你 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好像就是 人都渴望被理解 嗯哼 就是好像可以找到那个懂你的 你可以放心的展 展现你自己最烂的样子 最烂的模样给大家看 你也不会觉得说 哦 就算我今天很烂 没有关系 我觉得那好像也是 我一个蛮需要跟渴望的一个状态 嗯 但你觉得你的这个渴望 目前被满足了吗 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还好 还好 真的 真的还好有老朋友 就是他知道你是这样 然后你也不担心 所以因为真的 你真的进入到这一个 这个你需要长大的状态以后 你就你知道你要怎么面对这个社会 嗯 所以你会有你的样子 即便我已经觉得我在怎么样 呃 就是做你自己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你还是会有这种 对各种 呃呃呃呃呃呃 那你在音乐的创作的这个路上 你觉得你有归属感吗 你会不会把你所有的感性面 都倾注在上面 会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就是因为我在做的是模组 就是我非常喜欢模组 因为模组是一个电子的东西 即便我会从音乐院出来 音乐院的训练是怎样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是看谱 然后你要去表现这些表情 这是音乐的表情 音乐的情感 你要把这些东西展露在别人面前 但是如果我今天进入到这个模组的世界之后 其实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被剥夺掉了 你就是非常理性的状态 但是其实你在这理性的状态下 你是有选择的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状态 就是他听起来是非常冷掉的 但是其实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其实你 你其实是把你的感性都放在这里面 我非常相信感性是建立在理性之上 其实你的理性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要现在这样子选择 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你要现在用这个和声 你要这个什么和声进行 怎么有的有的没的 但其实那都是你判断之后的结果 但其实那都又回到你的感性的之上 我觉得明白 那你觉得你是个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 我希望我是个理性的人 然后我也希望我表现出来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也希望被看见的是理性之后 其实是我各种的感性 被藏在这些底下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被察觉 我觉得我藏得很好 为什么藏呢 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是一个很感性的那一面 因为很感性就好像是 好像就是一个很emotional的状态 然后去应对这个世界 其实不是 我是很理性的在去应对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想要让人家看到 你是很理性的在应对这个世界 不能够是你很感性的在面对这个世界 为什么你要把你的情感埋藏的这么深 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有安全感 为什么呢 我不想要博取任何的同情 我不想要你来有任何的因为情感 然后加注在我身上 我想要你因为事实而判断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而判断 而不是因为 我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性 所以你有什么样触发你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不是 是我其实是这些事 你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子 还是你希望别人看到的是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是思考过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因为其实我好像很 你说是很思考过的吗 我觉得好像 好像是 有 但我不想要我承认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情感 就是太太 丰富到一个某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办法理解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感性等于脆弱 我不想要表现我的脆弱 在别人面前 我不需要 因为你看到我的脆弱 然后同情我 我干嘛有的没的 你是个脆弱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脆弱的人 所以我不想要你看到我的脆弱 我不需要你看到我的脆弱 看到我正常的表现就好了 但是你需要别人理解你的脆弱吗 应该是说 这个脆弱是非常需要被理解 但是不需要所有人都理解 我只要 这些 你可能靠我很近的人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我想问的是说 如果在听你的音乐 听你的作品的时候 你会希望别人可以听得见 而理解你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那已经是一个潜意识 就是其实你 不会想要把它展露出来 但是它是你的一个选择 然后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懂就会懂 然后你不懂也没有关系 这是 那你会希望有人懂吗 当然啊 我从来都没有去渴望成为大众的理解 或者是我在做的事情需要被所有人理解 但是我觉得能懂的人懂 这样就是我的宣布了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会希望你的家人理解吗 我好像已经放弃这个选项 但是你曾经渴望过 即便他们会各种的 他们的赞助 或者是他们的支持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好像 他们有在支持 那其实 在现代人 我觉得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一个人 他就是不愿意啊 那就是没有啊 时间就是最珍贵吗 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就是 我会觉得跟整个家族或是原生家庭 就会有很大的隔阂 我当然不理解他们啦 然后也会可能某种成分上也很生气 但是会觉得说 哦就是其实你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在追求的不是这些 嗯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追求 对啊 他们就是没有需要这些啊 他们自制也很厉害 他们没有需要这些 哈哈哈哈 就跟你追求的不一样 对 可是在你的家属里头 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啊 没有啊 但他们只觉得我是异类 独一无二跟异类 这个这两个形容是慈颤的 但你有想过说 你当初选了走艺术这条路 艺术的本质 其实就是让你自己独特嘛 他本身会不会就已经注定了你 没有办法被活在世间的人理解 或许要到过世以后 像譬如说反骨 哈哈哈哈 我们在世的时候 你知道 艺术家在世的时候 通常都没有活得很好 大家都不理解啊 过世的时候大家都 哇 这个厉害 绝大部分的人啊 其实真的 绝大部分的人 不要说你的家族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艺术这个 这一条路 这个他不是一个工作 他不是一个产业 因为他们不太会赚钱 对啊 对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 都是这样想的啊 我觉得我可以去理解 这些人的价值观 就是你可以去理解他们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啊 我从来没有渴望谁理解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重要啊 为什么不重要 我应该是说 我必须在这一条路上走到极致 就已经不在谁理不理解我了 嗯 没有 那你现在走到极致了吗 还没 我的极致一直在攀升 哈哈哈 目标一直在 我目标一直在提 一直在提高 嗯 就是 那你期待有一天有人理解你吗 我期待有一天有人理解我吗 其实 我已经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我死了之后才会有人理解 我理解 我理解 哈哈哈 我理解你的理解 我今天下午才在跟他聊天 然后我才跟他说 我一直在追求一种 那种非常形而上的东西 某一种精神 某一种精神 嗯 然后那种精神好像是 呃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你根本就 这种东西是很 很空泛的 呃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 嗯 他其实不会让你实质上换到钱的这种东西 这种 嗯 呃 我我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在追求的东西 大部分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说 即便我有薪水哦 哈哈哈 呃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这样子说 就是我追求的东西就是 不务实 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啊 就是这个社会就不需求这种东西啊 但是我我从来都不信这个东西 是文化唱戏经济搭台 但我们现在都反过来了 这个叫经济唱戏文化搭台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能够做到你们这样子用文化唱戏经济去搭台 很辛苦 嗯 就听起来就是有理想 但是没有赚钱 哈哈 简单来讲 就是我就用几个字解决 我们总是觉得 这个世道 这样子的model的成功 是对的 这个框架 这个世道就是长这样 然后他就是对的 no不是 就好像我们 我们还没有在开录之前 我们在聊的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在看很多人 你会觉得他们去告诉你成功的方式就是那样 嗯 但你会知道说 其实那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嗯 你的成功不是我的成功 对啊 就算你今天拿到的成功 我也哦好棒 嗯 OK nice 嗯 但不是你的 对啊 但那个那个我没有我没有想要去那里啊 对啊 嗯 对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嗯 我完全明白 这个就是我说我我没有要fitting什么框架 这个是这个世界还蛮蛮奇妙的 就是就是我们刚讲的 大家都想要变独特 但大家又很害怕被遗忘 或是left out 就是被就是被甩到边边 嗯 不想要变的那个最边缘那个人 嗯 我我前程前程才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被人看见 我们都想要用我们相信的价值我们觉得对的方式我们喜欢的表现方法被这个世界所看见 我们不想要不只是想要被看见而已嗯 我们想要用我们喜欢的方式被看见 但是一旦你想有这个想法我想要用我喜欢的方式被这个世界看见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是无止境的苦痛跟挣扎 为什么因为你的方式其他完全不理解你必须要用你必须要去证明给大家看你必须要做 extra effort你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去让大家理解说哦 这样也可以变成somebody也可以变成做出一点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成为somebody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成为somebody不是最终极的追求目标 但是如果你坚持你自己做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变成somebody 我觉得感觉也蛮好的 但有些人就是想要besomebody 有些人就是想要berich 这两件事情本身就是不一样的需求 要看你的motivation是什么要看你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 有些人就是穷怕了所以他就想要berich 有些人就是日子过来也还不错所以他想要befamous 想要变成有名 我觉得这个是需求问题 对海玲来讲你现在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最近在创作那个挣扎的过程中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我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跟我想要达成的目标 然后我想要去突破的什么事 我觉得我只要就是尽力的努力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百分之两百 然后去做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问心无愧 对你做每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做到你最可以做到的 你只要达到你自己的那一个就ok了 但是要达到你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这样 你觉得达到你自己的期待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吗 我个人啊在我现阶段我觉得最重要在于你有没有要放你自己赢吗 就是你这样也可以过啊那你可不可以过 你会怀疑你会怀疑 对啊因为这个你其实我觉得我觉得绝对哦 内心深处你绝对知道说那你要过吗 可能你会在一个非常那个边缘的挣扎 然后你还想说这个到底是你过了还是没过 你到底是怎么样你这个你觉得真的可以吗 到底想不想得到你到底可不可以 你还能够再做比这个更好吗 或者是算了啦你觉得这个真的现在就是你做的最好了 就是现阶段能做到的最好 对对对就差不多在这些念头之间 但是这些念头其实真的你最后的挣扎最后final会在哪里 假设真的以一个成品来讲 我会想说这个成品 这个成品我放了一下 然后我再回去看再回去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如果到第三次我都觉得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 就是你有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 你现在能不能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现在就能力不到你有什么办法 你要恨你自己吗 你要讨厌你自己吗 你只是要想办法让你变得更好而已啊 但是你要接受你自己啊 你要接受你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啊 你不能一直讨厌你自己啊 那你喜欢现在的你自己吗 我可以接受我现在这样的自己 我没有办法喜欢 没有到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我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我没有到那个样子啊 ok 那你看待你的过往 你有喜欢什么时候的什么时刻的你自己过吗 我认真的说起来 我觉得我很喜欢我自己没有那么想那么多的时候 我想哭就哭 我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 我觉得很爽 但我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你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像你连哭啊 或连要笑啊 或者什么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正常的运作的情况底下 你就是觉得这都要去顾虑到别人 为什么顾虑到别人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这么重要 我不想要造成别人的负担 为什么你不想要造成别人的负担 你在对抗什么 你在从哪里想要逃离 就是我想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 然后你不需要为我担心 我也不需要为你担心 我们就是独立的状态 为什么独立对你来讲这么重要 我们好像为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状态 就是我们要符合一个成熟的人 一个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不想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不想要别人在为我担心 我就是一个长那么大的人 你不需要帮我想什么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这样 我也不需要你同情 我也不需要你干嘛 这样 你知道前一阵子我就看到有一个人网友留言 然后就说 力尽沧桑然后变端庄 真的有比较好吗 力尽沧桑然后变端庄 我们现在一个人就在力尽沧桑 小妈变端庄 真的有比较好吗 真的有比较好吗 我常在想说难道任性这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说任性这两个字其实是一种贬义词 对啊 但是我常常会觉得说常常有什么变运词 为什么长大一定要变成某一种样子 对啊 之类的 我任性就我帅啊 你行吗 行吗 就是因为你帅啊 他妈你行吗 不你行你来 我跟你讲要被人家讨厌是很需要勇气的 要被人家做你这么认性 我没有这个勇气 我没有这个勇气 可是其实你说真的 他们喜欢你跟他们讨厌你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那又回到你到底有多想要被人家理解 可是你刚刚就有说了嘛 就是说因为我问了你 你需要的是被谁理解 有多少人理解 他是quality的问题还是quantity的问题 是quality的问题 可是当你如果知道quality就在那 你怎么会去在意旁边那个quantity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理想的想法 你当然会不去在意 但是很多时候你就在那个 就是在你那个 你当然不想要跟那个quality去 去争啊 但是你就是 我觉得是 就是没有quality嘛 到底是quality不够还是quantity不够 就是没有那个quality 然后你在怀疑你自己有没有quality 因为没有那个quality你就会想说 所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想这样根本就是 就是所以那个quality不重要 quantity才重要 不是吗 所以到最后你追求的到底是quality还是quantity 当然是quality 但是quantity会去挑战你的quality啊 哈哈哈 超靠腰的 就是会想说 大家都这样想的 你确定吗 我们直接一个就好了 你小时候觉得你像爸爸妈妈的谁 你现在有改变吗 妈妈每次问我一个问题 我都会觉得 我当然是想要成为我爸爸 所以小时候觉得你像爸爸 像爸爸 然后我也想要成为他 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之后 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掉你妈妈给你的那一面 然后其实你也appreciate 你妈妈给你的那些sensitive 然后那些挣扎 然后还有那些很讨厌的那些 我真的不得不说我恨偷他的那些 但是你又很appreciate 对你真的很appreciate 那些你感受到的东西 你爱你自己 我在 我想要爱跟 我想要爱跟 我想要接受我自己挣扎 那你爱你妈妈 我最近在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好兄弟的妈妈最近刚过世 然后因为我妈长期不在台湾 所以他对我来说就是 比如说每年除夕的时候都会去他家 就是我跟我爸吃完饭之后 我就会跑去他家这样子 然后他的离开对我来说 就是我其实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觉得 哇天哪 我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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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难讲这样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哇这件事情如果掏到我们身上会是怎么样 因为他有多挣扎 他有多多的矛盾 就是我又多不想成为他 我又多是他 我会有没有爱我妈 我觉得我相信是有的 然后这个爱也等于我需要爱我自己 就是你要接受自己 在前面我们聊了这么长的一个过程里头 我发现不管是爱自己或是爱你的家人 其实爱这个字是让你很难起口 你很难去说 就是这样 我就是爱我的妈妈 我就是怎么样 你现在是很难去面对这件事情的 但是在你的心底深处对你来说 爱是什么呢 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给我自己的答案就是爱要接受 就是你要接受 爱要接受 对 就是你要不管是我妈好了 这种不完美 或者是各种逃避 然后你去接受这些 你去愿意去面对这些事情 你选择说 哦好 然后你去接受 接受这种你讨厌的你自己 就是我有一个我的role model 我的role model的状态 跟我现在自己的状态 我就觉得我就是不是啊 但你要我要我要面对这个 我要面对我妈的歇斯底里也好 或者是我家庭的四分五裂也好 或者是我各种状态也好 但是没关系 这就是这是我的 我需要去接受这一切 我觉得要讲这个接受 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正面的想法 但是没有这么多正面的想法 就是其实有很多太多 就是真的觉得 为什么我要是这样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些是你应得的 或者是这些什么 就是就是大家觉得所谓的理所当然 然后其实这些 大家都不会去看到你在 你在面对这一切 你要去接受它 为什么你觉得大家都不会去理解 这些你的挣扎 或者是你的想要 需要面对这些东西 然后到最后你选择对你来讲爱是什么 是你觉得你要接受 为什么是这个 为什么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过的时间是很快的 就是所有时间都是很快 你不会去看到别人的挣扎的那一面 就是灰头土脸 或者是就是在地上反滚啊 或者是就是很痛苦的 你其实我个人认为啦 你不会看到 对不想不想或许不想看到 对对或许你或许你选择不要看到 或者是你不想要看到 那那那就是人家都会觉得说 哦你你看起来好像就是很好啊 好像你理所当然可以拥有这一切 你即便我现在在这里好了 我都会觉得好像哦 好像理所当然在这里 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去到这一步 别人不会看到的这些你的糟糕 你的丑陋 你的挣扎 你的觉得很糗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觉得很糗好了 你我个人我不会想要别人看到 我只会想要别人看到 我觉得很帅很吵 很觉得哦很糗 很什么的一切 但是没有啊 就是我要接受我自己就是 这过得这么糗啊 没办法啊 就是我就是我要每天挣扎 我每天回家我就要 就是就是面对要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what the fuck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或什么什么这些 但是这些我不会给别人看啊 这些都是被就是undercover 对对你来说对你来说你人生最大的挣扎 对近期感受到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到这个年纪 然后你是这样的家庭背景长成的 你选择了这样的职业 你选择这么多的东西 那你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在这个阶段你最挣扎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最挣扎的是这些背后的挣扎 背后的努力 你你有没有被人家看见 因为其实我我个人啊很爱面子 我不想要给人家看见 我们刚刚前面一直在聊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被理解这件事情 你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比较想问的是 你想要被理解什么 因为你想要被别人看到的都是 一你理性的部分 二你很糟糕的 其实你不想要被看见 三你觉得你很糗的 你觉得你面对生命中你的挣扎 你也不想被看见 可是其实这一切都会是展现 感性的那个部分 人生都有一些挣扎 人生都有一些很忐忑 或者是很惶恐 很恐惧的部分 我比较想要理解的是说 那你想被理解的是什么 你真正想要被看见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很讨厌 我喝一杯 喝一杯 喝一杯 对啊 你就是不想要给人家看见嘛 你就是不想要给人家看见你这些 对但是 你又想要被人家看见 然后你又 你要多努力的 不被看见 对啊 我又多努力隐藏 然后又都不想被人家看见 可是你又希望人家理解 对啊 那到底你想要被理解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被理解的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 我住在这边 然后我就 哦 来了 这样没有 所以都是那些挣扎吧 嗯 所以你 所以 所以你真正想要被理解的就是 就是你啊 你就是这些挣扎 这些在地上翻滚 这些在地上爬 所有的一切 然后我害怕这些不被人家介绍 组成的 对 但你又不想要被看到 但你其实又想要被理解 嗯 我想要 又很想要被人家理解说 哦 哇 他做的事情很帅很酷 又好像 想让人家知道说 哦 其实 这个不是 那么容易 嗯哼 但是又不想让人家觉得说 哦 这个很糗 哈哈 但是这就是很糗啊 这就是一再你一再 指引自己 你就觉得你死过一遍 再死 再死 然后你就觉得你再指引自己说 哦 你为什么 这真的常会有那种 哦 我是谁我在哪 我在干嘛 这个 那么明确的感觉被形成的是在法国那段期间 我念的是 呃 CNSM de Paris 就是法国巴黎高的音乐学院 对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难考进的学院 然后我觉得我终于考进去了 然后大家只会看到我 我在那边 然后学历出来 CV 上面也写 哦 我毕业在那边或干嘛 你都不会看见 我过往的挣扎 我过往的努力 你不会看见我在那边被被我的教授羞辱成什么模样 哈哈哈你不会不会看见说 所以所以你觉得你被你也你你觉得你这个你在活在这个人世间你被羞辱的那个过程也是你你在挣扎的过程也是你但你同时间想要被理解但你同时间又不想被看见 我觉得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回答问题就是他太矛盾了 就是你你又很想人家理解说哦他天才就生下来就是要走走音乐这条路 没有就不是啊 我做了多少被羞辱的事情 就是都做也不能说被羞辱啊 就是可能教授就是说 被否定 对被否定的事情 但他其实只可能只是想要去挑战你他因为他看到你的潜能 他觉得你很有可能 变成一个更厉害的音乐家 他给你一些考验 或许或许看你怎么看看你怎么看这个 这是很剩下的想法 看你怎么去看这个 对但是他他就是不断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在这里 嗯他就challenge你 对他就是不断的challenge 给你一点挑战 就是你你你你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怎么你你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你你你你凭什么在这里 啊啊你有什么比别人好 然后你你你所有努力比人家多吗 有吗 你真的有吗 对你来说人生是一场挑战吗 不断 没有停止过 我非常感谢法国对我那那个时期的训练 就是我不断的挑战我自己 你你你会你会形容那段时间是你最苦的一段时间 我真的真的蛮苦的 而且我觉得最苦的在于 别人看你都觉得光鲜亮丽 都觉得哦酷你活在法国耶 就是这些一切都觉得很棒 我没有没有啊 就是因为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于外界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他们会觉得你家不缺钱 你可以去哪里哪里哪里 所以你知道对你来说好像外人来讲的确是理所当然的 你可以去法国读书 你还有什么好靠北 你有选择 对 你可以移民去澳洲 你可以到哪里去 可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 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是一种加厉吗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我最逃避也最需要被问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认为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 但我自己会认为说哦好像你爸爸有能力 所以好像哦你有这些都理所当然 好像你不用努力就得到这一切 但你都不知道我多努力 然后人来还学说哦因为你爸很强 嗯嗯 然后然后我就觉得哦 其实我我我我都努力都好像都不重要 好像都被掩盖在于爸爸很很厉害这样子 嗯但是其实我真的很努力不管不管你的出生哪里你在哪个阶段 你都必须要很努力啊 你要很努力你才能够能够一直活下去而已 像我爸常常就跟我说就是在他那个年代他觉得他只要努力就可以OK 就可以只要你愿意拼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可以就可以活下去 但是台湾经济起飞了 对我觉得这是大环境 我觉得这很可怕 就是在我这个这个世代就算你努力都不见得有用耶 然后你努力还会被就是这一切东西所盖过 然后我很气 因为我觉得我的努力都没有被看见 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铺好的路 把所有人帮你铺好的路觉得觉得觉得OK 没有我我我真的超努力的 你有你有你有曾经想过 你生命中的这些苦难或是磨难对你来讲什么意义吗 这些是我的需要经历的过程 嗯不管别人体不体会到 你就是必须要经历这些 你没有你没有应得到这些 我我我觉得我可以明白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但我觉得蛮好奇的 因为因为刚就Hank会说就我们殊途同归嘛 就我会蛮好奇你的成长过程中就是什么 对啊就是什么样的成长过程会让你走到这一步 因为我跟你说他跟我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完全黑白两边边道 怎么怎么怎么会到这个某种程度上 你必须要用你的自己的能力去证明自己 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严格来说我觉得我对外人来讲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 嗯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 而且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我认为我认为的就是对的 你也不害怕这个认为 我小时候没有害怕过这个认为 那是因为长大以后 因为我叠交在我的自以为是里面 所以我有一度也指引了我自己的认为 但是他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我很天真的自以为 然后我经历了世俗给了我所有的考验的所有的我的自以为 以后我又回到了我的自以为 依然选择自以为 依然选择我的自以为 人家脾气比较硬一点 对 可是在这个的过程里面 我领会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我 我是独特的我 我如果想要成为那个独特的我 我必须经历那些叠交 我才能够更去无存经的成为 我是我 我不是从来没有叠交过 我叠交过 而且一直一直不停的在叠交 那个有挣扎吗 没有挣扎 我跟你说 帅 他比较帅 但我换句话说来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都以为 我以为的我是我 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考验 没有经历过这些评价 没有经历过这些磨难 没有经历过这些折磨 或者是所有的外界人对你的投射 外界人对你的批评 你 不会是真实的你 没错 所有的你 可能 都是你以为的你 但是 如果你经历过这些考验这些磨难这些折磨之后 最后你还选择 要成为这样的人 那我确定 那就是你 我记得我去 我去开始执商之后 我那执商是有跟我说 这些否定是 确立你自己 你到底都想要做这个决定 嗯 他一再的给你一些考验 一再的让你更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的话 你很容易就屈服了 真的 你在人生的过程中太多时间你都会屈服 啊屈服啊 我今天失败了 我到底我想的是不是对的 我今天做一个东西赔钱了 啊我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所需啊 我们常常都在怀疑 我们以前在开餐厅的时候 这个月赔钱 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说 行册吗行册吗 对啊我们在赔钱 那个那个月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存在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 真的 即便行册多好吃 没有每个月都在想这个事情 因为你赔钱了嘛 所以你就去想 你存在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你有没有对这个世界提供任何价值 你真你现在做的事情是 你真的自己想做的吗 每个月都在怀疑 所以每天都在怀疑 每天都在怀疑 其实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不怀疑 不怀疑自己 没有人不怀疑自己 后来我们有讨论出一个结果结论 就很多时候 其实不是你存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有没有价值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方法 呈现你的价值 我永远都在质疑 我自己的方法不对 可是他永远都在质疑 他自己没有 哈哈哈 因为我是 因为我是属于意志 比较没有那么坚定的那一个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懂你 我懂你 因为我们要摇摆 摇摆 很想要追逐这个世俗的肯定 要追求 追求自己给自己的肯定 就是always在这个里面去挣扎 我有那么一个明确的想要追求 追求的方向 然后这个东西不是大家想要去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那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向吗 啊这个好是我定义 说好就好还是大家说好才是好 哈哈哈 这个定义就是在于 就大家都觉得是好 啊你没有觉得这是好啊 可是这还是好吗 这个事情在看待你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在看待你 呃 但我们真正其实在意的事情是 就是我们原本在这个点 我们有把我们走到另外一个点 我们中间做了多少努力 我们做了多少挣扎 但大部分人其实没有空去理解 没有空 嗯嗯 他他他就是他要简化的方式去理解你 但这个简化的方式 其实有的时候 对你来讲是一个考验 是一个折磨 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不在意外界的想法 嗯 我很气 很会很气啊 但其实到最后 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你从哪里来 你要去哪里 你不会真的很在意他们的想法 所以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想法 问题是在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想法 有多坚定这样 嗯 嗯 当你会不断自我怀疑的时候 是不是 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 而且不理性的人 可是你强硬的 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但你还没准备好 所以你才会质疑你自己 欸你说我的形容我都觉得 可以聊这么到位吗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换一个问题 问你是说 对你来说 这个做声音的创作 对你来说是一个你生命挣扎的出口吗 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声音的创作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 就是做这些选择 然后不考虑这些 就是这么单纯 就是我可以表现这些美 然后我不要去让你看到这些 你内心的这些理性的想要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嗯就是你因为我选我的理性所选择的这些 我认知的美 嗯 然后去堆积而成的这一切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这一切 对 这对你来说创作的时候 你是全然的投入而不去用理性的思考 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 欸我觉得我很理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坚持要说自己很理性 哈哈哈 理性 wanna be wanna be 你完全是wanna be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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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去避免掉这些很理性而所被move的这些感性 然后我我我去堆叠这一切 然后去表现出这一切 嗯 啊 所以承认自己还在这个挣扎的过程 对你来说是很挣扎的 我跟你讲很气 哈哈哈 哈哈哈 很气 哈哈哈 很气 我讨厌 讨厌啊 我不愿意轻易的承认这件事情 ok 我很气因为我我我我伪装的这么好 为什么你期待你自己是是这么坚强的呢 我不想让你同情我 我也不想让你觉得哦好像哦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很cliché的一些什么东西哦哦我不需要你不要这样对我 那如果我们只是理解呢同理而已 我我就很想要知道你的明白是什么明白你就真的你继续挣扎 你要筛选筛选过你的我们的理解是什么理解 我听讲这就对 你你你你你不轻不轻易接受理解 对 你要人家真的理解你才要觉得哦好吧 我跟你讲这要你理解我 痛过考核 哈哈哈 这这考核的我要考核的过程我今天晚上想要理解你这考核过程是怎样是要先喝一杯 哈哈哈喝三杯 你有曾经因为父母不理解你的性向而感到挣扎吗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很有趣的经验就是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我的好朋友们我们就在那边乱玩乱玩然后在那边喇气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被拍下来就是胶卷那种哈 然后就被看到然后我我爸就莫名其妙有有解癖 他会去清我的垃圾袋 那他清我的垃圾袋就算了 他还会把那个垃圾袋拿出来看哈哈哈 很认真的真的是真的是然后日理万机但还是要去清你的垃圾就对了 还要偶尔偶尔还要拿出来看你的 对然后就看到说 咦就好啊 对 怎么会 你是觉得他很忙了怎么还这么闲 对哈哈哈 然后看到我怎么会跟一个女生 对我就想说哦 那没有啦我们就是一个party 然后没有什么但他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 然后同时然后他就请人家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那你看了看了多久呢 我没有看很多次我就看一次两次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就说哦这正常啊 哈哈哈对啊 心理医生应该看很多的这个状态了 对啊就是也没什么啊 对你来说父母对你的期待是一种枷锁还是一种挑战 我没有视为家属或挑战 我从来没有觉得他需要成为的枷锁 又或者需要或者需要我成为的挑战 我只是我只是希望我是我自己 然后你看到而已 当你父亲发现自己 就是你喜欢女生这件事情之后 的那一场家庭革命很大 我觉得他有他的挑战 他有他的挑战 对那他在他的generation 他就他就有他的挑战啊 啊 ok 但是对你母亲来说呢 一样 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就是可能他看到我的同时抽烟 然后跟我的同性友人亲吻的画面 然后他看到我那个时候在澳洲 然后他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就是就吓到 他就把那个抽屉 他就往里面推 塞回去 当作没有发生过 哈哈哈哈 那我听我听起来你是非常理解你父母亲 在他那个年代他没有办法理解某些事情 我觉得你你对他们是很多的包容跟理解 我觉得我们身而为人我们都会试着去尝试理解 去站在对方的处境 我们有同理心去相信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某些事情 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但我要知道的事情是对你来说 他们对你的理解重要吗 他们对我的理解不理解不重要 为什么 他们不理解也没有也没有关系 就是只要他们愿意有那个耐心 不管在任何时代或者是任何时间 你愿意抛出这一切 然后去听我想要说什么 你愿意花时间去听我说话就好 所以对你来讲 有多一点时间的陪伴对人家是重要的吗 嗯 花时间就是最难的事情 对 因为你认为人最宝贵的事情是时间 是时间 对我来说也是时间 对你来讲 时间这个元素是在你的创作里面 你会展现出来的东西 因为人家通常会说音乐就是从时间累积嘛 这三十分钟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叠满它 时间是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要怎么样让你的时间觉得 valuable 然后就是我可以让你在这段时间让你感觉到 我所谓最珍贵的事情 所以你付出的时间其实就是你的爱 对我来说是 那你会觉得或许是你成长过程中你最缺乏的东西吗 就是时间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家人没有给我足够时间 然后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愿意 只是他们不得不 如果他们愿意花多一点给我时间去了解我 那当然我会非常 appreciate 那这个在在你人生的这个阶段 就在你这个壮年的事情 就壮年壮年 对你来讲你这个阶段 你的时间想要留给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问题啊 在我差不多30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一定留我的工作 然后如果在我现阶段的话 我一定留给我最珍爱的人的事物 这个事物可能是人 可能是事情 然后可能是我的狗 这些都是我最爱的事情 已经不是到底我多想要成就的事情 而是你多想要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而不是你多想要证明自己 你有没有觉得在他的生命当中 时间这件事情 很有趣 就是highline 我刚刚有感觉到一个重点就是 对他来讲这个时间这件事情 这个衡量的标准 时间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或许是最重要的东西 嗯 这跟他过往的经历有关 过往跟女生的家庭有 嗯 然后他会用同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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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ment 其实这个衡量的标准去看待他 这个阶段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对 就像我们刚很多考验的问题 就是问你说 对你来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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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不重要 那个重不重要 这个重不重要 然后你都还是会回答 你想要把你现阶段的时间 花在你最在意的事情上面 嗯 你会愿意把你的时间花在这里这里这里 你会觉得对你来说 那是重要 那我我我我我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你现阶段想要花时间的那些事情上面 我感受到的都是爱啊 对啊 所有的东西就是你想要花时间的东西不管是你的狗 人事物都是一样的 你的伴侣 你身边的所有周遭的东西 那那个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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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那些都不是那些爱都不是想要成就你自己 想要变成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而是你想要让你周遭的环境变得更好 想要让你周遭的伴侣就是接触到的人 可以感受到你的你的那些很我应该很感性的东西 我应该很感性的东西 40以后的你 嗯 40以后的你 40以后 无论无论任何一个人花时间在你身上 或者是你花任何一个时间在任何的人事物身上 只要你花时间这件事情会让你感受到一件事 就是你完整 嗯 时间对你来说是爱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哈哈哈 你觉得你是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啊 我想我是理性的人 哈哈哈 我只要我是理性的人就好了 我想要我是 对 妳多么不想要成为一个感性的人 我讨厌 但妳刚刚所有讲的东西都超级感性的啊 对啊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啊 哦哦 你到底想要逃离什么东西呢 啊我觉得理性比较帅 哈哈哈 那或许或许成为一个感性或理性的人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你接受跟爱你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已经爱你自己吗 我期许我有一天会爱我自己 会全人的爱我自己 就是这个全人爱就是 表示我愿意接受我自己 这么不完美的样子 你还是值得人爱的 这样就好 我爱你 爱你爱你 谢谢海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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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边跟我们翻滚 在地上滚来滚去 感谢感谢 拜拜 黑一杯 我看你可以快去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跟你一会儿 对我一会儿